一场在中国最高美术殿堂的展览 一队来自农村的剪裁老人 一段延续一生的情感羁绊 敬请收看读书《俺爹俺娘》 看了刚才这个片子 我很激动 一位片子里为影展剪裁的老人 就是俺爹俺娘 俺爹俺娘像千千万万个 普通的农村老人一样 他们跟土科拉打了一辈子交道 俺爹俺娘结婚后生了八个孩子 死了四个 剩下了四个 爹娘辛辛苦苦地把我们养大 但是爹娘呢 一天天变老 怎么能把爹娘留在世上呢 从1974年6月开始 我给爹娘拍照片 一拍拍了三十年 拍了一万二千多张照片 拍了六百多个小时的录像 1998年12月1号 我母亲生日的那一天 我在中国美术馆 给她办了这个展览 名字就叫俺爹俺娘 当时我就想 这个营展 我一定要让爹娘来剪裁 所以我回去 跟我爹娘说 我要办营展 我爹说什么时候营展 我说俺爹俺娘营展 就是把你们的照片 挂在美术馆里面 哎呀 他说我知道 中国美术馆 那是北京的十大建筑 我娘不知道什么叫剪裁 我爹说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 我从电视里经常看到 领导人用剪子 把那个红筹子剪断 我娘说 那不就是瞎了吗 我爹说你不懂你不懂 还有我娘说 说那个到那个时候 剪裁的时候 你得看着我 你用惯了剪子 我没用惯 你剪断了 我剪不断 人家笑话在 我娘就一撇嘴说 哎呀怎么 到那个时候 还得喊个一二三 从那几天开始 我爹每天在 摸刀石上摸剪子 我娘呢 就跟邻居说 她说过两天 俺儿自己叫我 到北京开会 他觉得到北京开会的 不是一般的人 那些省里干部 可以到北京开会 但是县里干部 和村上干部 可能都没机会 到北京开会 但就在 营展开门的前几天 我娘病了 她就是为了 到北京开会 洗了洗头 结果感冒了 肺气肿 犯了 脸肿得像紫茄子一样 躺在医院里 医生说大娘 十天半月 肯定是不会出院的 当时我觉得 我很遗憾 就在营展开幕 还有一天的时候 十二月三 十一月三十号 我在中国美术馆布展 就接到家乡一个电话 是我医院里的 一个朋友打来的 他说大娘 说什么也得出院 医院里 拿他没办法 就派了娘救护车 拿着氧气袋 拿着大吊针的 这些药物 送到了火车上 当时 我面对着 满墙的 爱丽亚娘照片 我像孩子一样 吼啕大哭 我觉得 娘这次来得 太不容易了 她是听着老命来 晚上我到北京火车站 火车停下来 我上车 看到我娘 贴着个黄大衣 坐在那 我一下子就把我娘背起来 一直把她背出火车站 我说娘 接着这次你到北京来 儿子绝对不能让你走一步路 第二天 我把她背到中国美术馆 爱丽亚娘 用从家里带着的剪刀 为我的影展 剪了彩 为儿子的孝心 剪了彩 三十年来 我不断地给姐娘拍照片 我的照片 大多都是 娘给爹挠痒痒 爹给娘剪脚指甲 爹给她搓背 就是这种 普通 司空见怪的这种镜头 可能天下的老人 都是这么生活的 这就是叫 刚开始拍照的时候 我爹看不惯 因为我一间跨着担子 一间还敲着担子 一间还跨着相机 我爹看不惯 就骂我 说你是要饭的前个猴子 完心不退 但有一次 我给他们拍的照片 在报纸上发表了 报纸下面 写了一行字 是焦波摄影 我爹 他一看 说不得了 俺子原来是照相 现在变为摄影了 山东人读摄影叫镍影 好多人说 焦波给他照张相 我爹马上打断 他说 俺不是照相 他是镍影呢 我觉得有爹有娘真好 有爹有娘 孩子到八十 也会撒娇 所以说 每次回去 我都拿着相机 给他们拍照片 揉揉这个 抱抱那个 坐在他们身边 坐在他们身边 不愿离开 我就这种感觉 是儿女最大的幸福 我爹走了 我爹走了 十四年了 俺娘也走了 十二年了 我每天想他 想他的时候 我就打开这些照片 这些录像 看看他们 我觉得我拥有了 比其他儿女 更拥有的一份财富 就是这些影像 谢谢你 焦波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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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 你好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在十八年前 俺地俺娘这本书 第一次出版的时候 我就在中央电视台的 读书时间栏目 当时采访过焦波老师 介绍过这本书 那么十八年过去 这本书已经印到第五版了 那现在这本书的销量 有多少了 有几十万册吧 几十万册的销量 那今天我们在十八年后 再来谈焦波老师的 俺爹俺娘 我觉得又有了 好多新的感触 刚才您在上面 演讲的时候 我在下头 就不停地流眼泪 谢谢 谢谢 因为我爹也走了 好 请坐 咱们坐下慢慢聊 行 好的 您还记得第一次 跟爹娘照相的情景吗 记得 快五十年了 应该是快五十年了 是这张照片 对 就是这张照片 当时呢 我在一个山村教学 我的女朋友 有一台照相机 我记得是1974年 6月8号 那一天 我带着女朋友回到我家 爹娘一看 未来的儿媳妇 特别高兴 又看到她手里 还有一台照相机 我娘就说 哎呀 这个黑匣子 怎么能照出人影 我爹说 哎 你不懂 你不懂 那是科学 所以他们 我们说要给她 照张合影 他们赶快 翻箱倒柜地 找衣服 你看 穿的衣服都很 感觉很新 对 很新 但是皱皱巴巴 你看 我娘当时说 她说 哎呀 你别老给她照 照一张就行 因为 我长得又不好看 她觉得 那只有长得好看的人 才能拍照片 我天天说 你就拍一张 为什么 我跟你算了 你一张底片 要好几毛钱 我在村里干一天活 只能挣一毛五分钱 我干好几天活 才能挣这一张底片钱 所以说不能多拍 只拍一张 所以说 我们用自拍 按下快门 急急忙忙地跑上去 才拍了这张照片 紧紧拍了这张照片 就这一张 所以因为是自拍 你把自己的上半截头 都拍没了 是啊 那后来就开始 不停地拍了 是的 我们来先看几张 在交播的尽头里边 你看爹和娘之间 那关系 挺有意思的 咱们看看 这张照片 我来念一念 它照片下边 都配了一句解说词 对爹说的旨意 娘言听计从 尽管有时不情愿 他们家是爹说了算 上天安门了 你也不好好整整衣服 娘在给爹整理衣服 他觉得很庄重的也是 很庄重 上天安门了 怕了多少年了 能登上天安门 对 我说 这是爹娘一辈子 互相谈话之前的称呼 对 我说 他不叫名字 不叫名字 也不叫别的 我说 就是指的对方 每次谈话之前都这个 就跟他说 他爹 他娘 那个意思 对 爹干活 手指上扎了刺 娘戴上老花镜 给他挑 你看这些照片吧 就都是日常生活中 像您说的司空关键的 这样的事 可是呢 你拍下来 你就能够感觉到 他们之间呢 有一种特别平平淡淡 但是是一种相濡以沫的情感 对 爹和娘 他们是自由恋爱吗 不是 他们 在 我爹 我爹才只有16岁的时候 我娘18岁 那一年 他们是经没人见少 然后拜堂成亲 只有他们就在 洞房花竹叶 才见面了 当我爹 把她的红盖头掀起来的时候 我爹说 才见到了新娘 是长的什么模样 那你爹的评价怎么样啊 我说 你当第一次看到我娘的时候 你觉得我娘什么感觉 你觉得 他说 个子不高 长得不丑 也不倔 那他们结婚之后 刚开始怎么样 夫妻俩磨合的 哎呀 我爹这个脾气吧 他就山东人 那种直性子 高嗓门 平常说话的 就像吵架一样 哎呀 我娘就说 哎呀 我这一辈子 叫你爹吵够了 生了他一辈子气 他说 但是呢 有时候还怕他不吵 他一不吵啊 他身体就有毛病了 中国的老一辈人的婚姻 好多都是这种情况 是的 吵着吵着 感情都吵好了 对 但是呢 可能到老来 感情好了 他也吵 也吵 也吵 您这本书里头 有一张照片 还引发了一场官司 对 我们说叫 一张照片引发的血案 是 我们来看一下那张照片 哎 这张照片 照片上看着特好 对吧 这是 这是九六年 很高兴 在长城上 在长城上 到北京旅游 对 你给他们拍的照片 对 就是这张照片 把爹呀 气得雷霆打发 对 把娘气病了 对 怎么回事 为了儿子拍的一张照片 爹娘要闹上公航 他说古代 就有句话叫 杀父之仇 再一个就是 多气之黑 一辈子没认识错的鱼 做了什么 创造了生命奇迹 我发现他的手啊 慢慢在动 他的眼皮呢 也在动 哎呀 我说我娘又活过来了 读书正在为您播出 俺爹俺娘 就是这张照片 把爹呀 气得雷霆打发 把娘气病了 对 怎么回事 是 这张照片发了以后 大家也都说这张照片好 结果呢 有一天 我外甥女赶集的时候 突然在集上 剪到一张传单 就是那种小报纸 小广告 广告上就是 爹娘的这张合影 蹬在上面 但是 他们做了手绝 把爹的形象 换成了另外一个老头 这一下子 爹可气坏了 爹就 只问我娘 你为什么给人拍照片 背着我给人拍照片 我娘就特别委屈 特别委屈 他说我没有 这个人我不认识啊 我没有给别人拍过照片 我爹说 你被别人拍过照片 怎么蹬在这报纸上 他又特别生气 然后呢 那记者那个时候 就形成了一个事件 电视台记者就采访 当时电视台记者 问我爹说 大爷是不是你很生气啊 他说我肯定很生气 他说古来就有一句俗话 叫杀父之仇 再一个就是多气之恨 他说 这肯定要打官司 以后呢 他是有听说 这是人家 用做的手脚 做手脚给劈上去的 所以说 他就原谅我娘了 但是呢 经过调解 最后人家道歉 道歉 结果我爹就说 饶他 饶他一把 这叫饶人是福 他说话到舌尖留半句 理从处事 让三分 这就是他这一辈子的一种 出世哲学 但是那个时候娘气病了 对 气病之后你爹啥反应啊 娘气病了 气病了以后 当时我跟我姐姐就想回去说说了我爹 但是我姐姐刚说 爹你看你这个脾气 我爹马上说 今天在那个庄稼长得特别好 然后我说 我说 我说你看我娘这么大岁数了 他马上说 哎呀你婶子的那个猪啊 老母猪 今天下了六个小崽 他就是不说正的 转移话题 转移话题 他知道自己错了 他自己错了 但是呢 我爹一辈子我没听说 他说过我错了这三个字 但是那几天 我看到从来没有下厨房的爹 又烧水又做饭 特别勤快 他就用那种 那种方式 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有歉意 所以你看 就在你的镜头里面 我们看到那么 真实和日常的这种 中国人的这种夫妻生活 夫妻的那种情感 特别细腻 里面还能看到他们个人 每一个人的性格 比方说像你说你爹 他和你娘是干了活 干了一辈子 他们好像到八九十岁的时候 还是天天下地干活 我们看看他几张干活的照片 你能看到他们两个老人 他们的生活哲学 非常有意思 来 爹在做木匠活 他说 墨线打在木头上 就成了规矩 拉锯就得照着墨线走 凡事都得按规矩办 这是娘在干活 因为他推了一辈子石墨 每当天不亮的时候 他就推完了一盆煎饼糊 他个子很矮 又是小脚 你怎么一下子能推完 每天推完这个石墨呢 我说你在推石墨的时候 想什么 他就说了这句话 他说什么也不想 抱着木滚 时间往前走 走一步不就少一步吗 就是我们办什么事情 只要是看准了目标 你实际往前走 走一步就得成功进一步 所以就一个字都不使得 俺娘 她能说出来这么高深的 做人做事的道理 这是真正的文化 真正的文化 再看最后一张照片 在田里割骨苗的老娘 像立在天地间的一尊雕像 拍下这个镜头 我哭了 您当时为什么拍下这个镜头 会哭 因为在平常我小时候 我还觉得是我姐我娘个子都不高 我姐不到一米七 我娘呢 晚年我给她量了一下 她只有一米四一高 三十六公斤 我觉得有这么一个矮小的女人 这么多几十年来 她养育了我们 每天在干活 又为社会 每天在奉献的时候 所以说我就觉得是 儿子的相机 一定把它拍得十分高大 所以这张照片 她在地里弯弓苗 我就跪在地上 当她一起身的时候 我拍了这张照片 我觉得娘 矮小的娘 立在天地之间 她并不矮小 她非常高大 是至高无上的高大 我觉得人人心中的娘 都是最漂亮的女人 其实你的娘 在书里面 你也用文字在描述她 不仅仅是用影像 用照片 我看到你的娘 其实是一个 特别了不起的人 您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她 你看她的面相 就有一种 特别宽厚 特别慈悲的那种 感觉在里面 整个我们这个村子 有三千多人 我娘没有 从到那个村子 过了七十多年 她没有跟任何人 红过一次点 我们家门口就一个大十年 我娘为了给他们方便 家里买了好几套工具 你想 就是那种 大拨截 还有大波罗 还有墨棍 人家去腿撇着 到我家 拿着东西就走 走完了再拿回去 这边拿走了也没事 再买一套 当时 大家知道六十年代 三年自来三汉 吃不上饭 吃不上饭 家家树皮都吃光了 我家呢 在十几年前就储存了 粮大钢粮食 是骨子 夜里边偷偷地 挖出来 埋在地下 那是备荒备战的 一些粮食 挖出来 结果白天就刮上大门 在家里晒 晒骨子 但是晚上 我娘呢 就拿着个小瓢 就这家送一瓢 那家送一瓢 而且还和人家说 说这是孩子 他爹让我给你送的 还给我爹 送个好 那个时候老百姓啊 就跪下给我娘 他说大娘 你这一瓢粮食 救了我们一家 好几条人命 我娘这辈子 她走的时候 全村几千人 都站在大街上 给她送行 谢谢 就是有这样的爹 有这样的娘 他们相扶相助啊 走了一辈子 年轻的时候啊 吵吵闹闹 然后到老来 也吵闹 但是啊 你看那个感情 就不一样了 是您后来就是 开始用录像机 开始记录 他们的日常生活了 我们这儿截了一段 大家看一看啊 我是D 也叫抑郁症 我的出现 让它发生一些变化 它变得寝室难安 不愿和外界接触 只剩一句 空壳 精疲力尽了它 感受不到 任何快乐 开始尝试 逃离这个世界 然而一些东西 又拼命地挽留它 也许你会误解它 可它也不像这样 它尝试去 接受自己 承开自己 改变自己 也许你的身边 也有这样的它 我认为我自己 是这个城市一分子 骑车出行 对于我来说 是一种绿色的出行方式 虽然它不会带来 立即的改变 但是我愿意 为自己的城市 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走出去 爱你的城市 善待自己 善待我们的天空 善待我们也好看不 好看 好看 66666狗狗 66666狗狗 啥意思啊 没有保险 没有鬼影啊 你叫啥说的 刚666狗狗 实在好看 实在好看 看了吗 看了吗 来 好 对 打了 来 扣扣 看好了 看好了 偷进去 刚见面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 他爹说 他对他娘的印象吗 不丑也不顺 这会儿说 实在好看 实在好看 就交赞 又柳柳 又狗狗 而且照相的时候 使劲搂着你娘 你看看这种感觉 那后来 我在这个书里面 看到有一张照片 也特别让我觉得感动 也是他们老了 爹在亲你的娘 当时这样 我娘不是抱着病 到北京来给我剪彩吗 剪了彩以后 回去 就病更厉害了 那个 在医院里边 几乎十几天 滴水不浸 打针都打不进去了 到了那年 1999年的 正月十五那天 医院宣布 我娘病危 我爹就把她 接回家去了 我爹呢就说 他说 我试试她的体温 高不高 我觉得你试试她体温 你伸人手 摸摸她的额头 就行了 但是呢 我发现她 拖着她两条病腿 使劲地走到临床前 然后使劲地拳起 那条腿 跪在了临床上 然后慢慢地扶下身子 我就跪在地上 连续按了三次快门 就拍了张照片 我觉得爹 他一生 他一辈子也没说过我错了 并且也没说过我爱你 这样的爹 他就用现代人的这种方式 给我娘告别 但是我觉得就这一个动作 我娘一夜都没有走 第二天 太阳从外边射进来 照到我娘的脸上 也照到她的手上 我发现她的手啊 慢慢在动 哎呀 我说我娘又活过来了 经过四个多月的抢救 到春暖花开的时候 我娘又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那年她87岁 到她去世 她又整整夺活了五年 以后呢 我就跟我爹开玩笑 我说就是你那个动作 怕我娘又换回来了 我爹也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娘她舍不得走 她还要让你多给她拍几年照片呢 所以说以后 原来都是黑白照片 以后才有了彩色照片 才有了你们看到的那 刚才那张九十大寿的 我娘九十大寿的那张照片 才到了北京 到了他们向往的天坛 当时我今天拉着我娘的手 就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是一句细词 他说咱收巴手而拔花拉 实际上就这一句话 两个人笑得很灿热 我觉得还需要说什么吗 不需要说任何语言 七十年的坎坷 七十年的安言爱爱爱 七十年的安言爱爱 七十年的乡路一末 都集中的那张照片上 爹走了 娘也走了 走出来以后 我到了葱头上 我会下意识地回头看看 我多不希望后面还有的老人 但是没有了 只有一条空空的小路 为了留住爹娘拍下了上万张照片 但是他为什么还是心存遗憾 我就特别的懊悔 我有时候我觉得我说我不是人 读书正在为您播出 其实我在看那张照片的时候 我觉得是你爹在向你娘送别 对 那个时候他知道他要走了 对 那么在你的人生中 你和爹娘之间有没有过送别 太多了 我觉得最让我刻骨铭心的就是 每次我回家 娘送我的情景 有一天 我离开家已是晚上十点多 山村里没有一点灯火 娘拿了手电 执意送我到大门口 她站住了 将手电光照到通往村外的小路上 路上的光越来越淡 直至消失 我知道已经走出很远了 但回头一看 那束手电光依然在向我晃动 在黑黑的夜里 我看不见娘那矮小的身躯 但我知道在那晃动的光束后面 有一双昏花的眼睛 直直地望着黑漆漆的远方 望着比手电光照得更远的地方 这就是俺娘 俺的亲娘 我总想这一辈子 每次回去 都有娘给我送去 所以说我在这照片下 我写了一行字 我说每当地驾驶 我都不让娘送 娘也答应不送 但到了村头 某一回头 娘就跟在身后 所以这张照片 可能看痛了天下儿女的心 我这个影展到哪个地方 这张照片下哭的人最多 很多人说 焦老师 你的娘在山村里 小路上 看你走远 俺娘是站在阳台上 看我走出大门 俺娘是在火车站 看我的火车走远 俺娘是站在码头上 看着我登上轮船 所以说我觉得 我就告诉年轻的朋友 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嫌弃老人 不要觉得他们今天 老老叨叨 送你吧 有时候你还烦 我说这种送行 是人最幸福的时候 当有一天 没人给你送行了 你的心里面是空空落叨的 所以说我还健在 我还经常回去 我还经常走这条小路 但是走出来以后 我到了村头上 我会下意识地回头看看 我多么希望后边 还有个老人 在攀山的脚步 望着我 送我 但是没有了 只有一条空空的小路 我们来看两张照片 这个是割断绊脚线 就是孩子刚刚学走步的时候 村里面最年长的老人 最有威望的老人 用麻菜刀 从他的胯下 狠狠地划一刀 来束缚孩子走路的 那个绊脚线 就隔断了 让孩子就能走得更快 我觉得 那 铁匠给儿子隔断了半脚线 他是希望儿女 展翅高飞 当我到北京来的时候 铁匠已经都八十多岁了 我怕铁匠不愿意 但是我爹说 空老父子 论语上有一句话 叫父母在不远游 他说我给他改一个字 父母在可远游 割断了半脚线 您越走越远 爹娘一次次地送走儿女 而做儿女的 终会迎来 对爹娘的送别 你看看报纸 你省下就爱看报纸 你看看 我再不能去照相了 因为现在俺爹俺娘也走了 所以我拿着相机 拿着录像机 坐在那 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爹走了 娘也走了 我再也不能给他们照相了 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遗憾 还有一个遗憾就是 我爹走了 我大哥走了 我娘给我说了一段话 她就跟我说 说你在北京还存了两个钱吗 我说存了两个钱 她说那你又回来吧 我说回来干啥 她说回来种地啊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她感觉到很孤单 她希望我回去陪她 但是当时 我就觉得 我还没理解她的意思 我说那我不照相了 她想了想说 回来就不能照相了 最后她说了一句话 她说还是照相省见啊 照相省见啊 我觉得以后我在翻看这个录像带的时候 我就觉得 娘她需要我来陪伴她 但是 是选择儿子回来 陪伴她身边 还是继续让我留在北京 做自己喜欢的事业 这两者之间 她选择了后者 她宁愿孤独地度过她 余生 她不愿意 来葬送儿子的事业 所以她走了以后 我就特别的懊悔 在娘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有回家 我如果现在这种想法 我肯定会辞掉北京一切工作 放下一切名利 我会回去陪伴着她 哪怕就陪伴她三个月两个月 我觉得那很值得 那是最值得的事情 我读完这本书 然后听您聊这些 我相信 就是在座的这些朋友们 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 来 谁有什么想法 可以分享一下 当我们每次回家的时候 都在祝福妈妈 每天的天气 看看天气预报 穿衣服 吃饭 喝水 然后她有血压膏 各方面都煮她 然后每月的妈妈的药 我们都负责 而且我家几个姐妹 都很对妈妈爸爸 都很好的 从来没有吵过架的 不要留遗憾 对我妈妈爸爸 太好了 不留遗憾 说得真好 我八岁就没有爸爸了 完了十六岁就没有妈妈了 完了兄弟姐妹六个 我弟呢 从小就是我姐姐跟姐夫 把我们抚养大的 我姐姐跟姐夫 是一个就是最好最好的人 就一百个里边 真挑不出第二个 我今天没白来 我特别感动 特别感动 向你的姐姐姐夫致敬 对对对 旁边这个小姑娘 你能不能说两句 我看在这里边吧 就你年龄小 但是她可能不是一般的观众 大家看那样小姑娘了吗 她妈是我大姐的女儿 她妈是你大姐的女儿 她妈从小在我家长大 我母亲把她养大 又在我家结婚 生了她 她叫金金 所以从小就在我父母的怀中 长大 是个老老爷和老姥姥 对 一起长大的 第四代了 来来来 那金金你说说 其实呢 我从小就在他们身边长大 在这个家出生 然后呢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 他们就先后去世了 在我的印象里边呢 我老老爷 是一个特别威严的人 他是我们家一家之主 几乎所有人都不敢违背 他的那个旨意 然后呢 对 脾气大 嗓门大 只有我呢 喜欢和他斗嘴 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乐趣吧 算是 然后呢 他经常和我说的 就是说 金金啊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就像你舅舅爷一样 以后呢 去北京 然后这个时候 我总是说他 你读了一辈子私塾 不还是个木匠 整天知道玩木头吗 然后这时候 他只是呵呵一笑 然后就过去了 所以这是一个小火宝 对吧 在这个老老爷和老老 他们的生活中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对 家于老生死火宝 家于一小也是一个宝 没错 那我想问的是啊 就是你看到舅爷爷 是叫舅爷爷吧 舅爷爷他做的这一切 他拍的照片 他出的书 你觉得对你来说 有什么样的影响 自从就是老老老老和老老爷去世之后 然后每次想他们的时候呢 就拿出相册或者是这些视频拿出来看看 就觉得照片是真的可以留住家人的 所以我还是特别就是感谢舅老爷 就是拍下了这么多珍贵的资料 包括他也给他父母拍 你现在也给父母拍 他18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影展 叫成人礼 拍的全是他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还有他的爸爸妈妈 哎呦不错 这是他奶奶 他奶奶和他爷爷在一起的景色 我特别幸运就是拍下了这张照片 因为前段时间我爷爷也没了 然后呢 我觉得这张片真的就是弥足珍贵的 其实在读安爹安娘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几乎所有的人 你都会感觉到安爹安娘 其实就是自己的安爹安娘 是我们大家的安爹安娘 说实话我特别特别尊敬 崇敬我们的焦博老师 因为很少有人 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 能够像他那样用三十多年的时间 一直用尽他所有的心 他的时间和精力 去关注 长久地关注自己的爹和娘 记录下爹和娘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他们的英容笑貌 而这个我觉得是 儿子能够送给父母的最大的礼物 谢谢焦博老师的提醒 您提醒我们所有的儿女 千万不要去品尝这种 子欲养儿亲不待的痛苦 如果不想承担这样的痛苦 现在就开始行动吧 同时也要祝我们天下 所有的爸爸妈妈 我们的安爹安娘 长命百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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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